歡迎收看 這個情人節 我們總是要特別安排一下 我們今天的人不可貌相 很甜蜜 還有他叫做是絕配鴛鴦 藝能界有沒有 你覺得所有誰跟誰排在一起 像湯姆克魯斯跟那個 尼可基曼 尼可基曼 那個已經分手了 已經是過往雲煙了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他們兩個走出來 就跟芭比 娃娃跟那個…誰吧 肯尼 你為什麼名字都想不起來 人民好難切 對 好像他們這個童話故事裡面 男女主角走出來 對 還有誰 我知道了 那個珍妮佛 安妮斯頓跟布萊德比特 可以拍給你們說說 對 還有那個誰啊 那個… 那個… 好 你們覺得誰是絕配有沒有 藝能界 剛才說的那個 布萊德比特跟芭比特 我們覺得很配對不對 很配… 我覺得阿雅跟憲哥 對啊 對 對 Hey man Give me a break Valentate the time Give me a kiss Yeah No… No way… 還有那個誰啦 那個Bobby Brown 你不要逃避這個話題 人家覺得我們兩個很配 我可能很配 講點那種亞洲的好不好 螢幕的嗎 都可以 你覺得很好感 就梁朝偉跟張曼玉就很配 很配 真的 梁朝偉耶 好帥喔 梁朝偉 他們兩個感覺話都不多 對… 很優雅 有沒有 優雅 對… 兩個就這樣 以前會覺得 劉德華跟 你們兩個在幹什麼 對啊 我們是做梁朝偉跟張曼玉的接班人 不用這樣 很簡單 不會 接班人 這一段觀眾看久了會轉台好不好 對啊 一起來看看我們這段 絕配鴛鴦傳奇 傳奇 在西方 羅密歐與朱莉葉的愛情永垂不朽 而在東方 梁山伯與朱英台可歌可泣的愛情 也令人永遠的忘了 一直到現在 所有人還是一直努力追求幸福 這一切 只為了最初讓人心動的那句話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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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情人節的今天 我們找來五對超登隊的情侶 來分享她們的甜蜜 不過其中有一對竟然是家人 觀眾朋友們 你能夠猜得出來是哪一對嗎 情侶不變得我愛你有沒有看到 真的 感覺只要突然間看人家在講說 我愛你 你覺得好慫喔 等到你那個感覺來的時候 你突然間脫口而出 從你的心裡 對 那不得了喔 我愛你 充滿了味道 很感動 一人講… 一邊很氣 沒有…看著前面講 我真的不好 你看…機器講 1 2 3 對 機器 對… 我愛你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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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個… 來… 來… 洪橋寶先 預備 請 我愛你 好聽喔 等一下…洪橋寶 我要成為你女朋友 你說我愛你 但畫面後面剛好Brian在那裡 好像你在對他表白 預備 請 你叫Tame 這是什麼 法文嗎 好酷喔 我的媽呀 再一次 法文再一次 好性感耶 T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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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對啊 T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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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你說什麼 韓文… T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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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吓人 好吓人 好啦 趕快來歡迎我們今天 厲害了 第一組來到我們現場了 歡迎 依晨 簡俊宜 歡迎 Yo 男生是 梁藝 20歲 24歲 男生是簡俊宜 22歲 165公斤 47公斤 8202情人節走台步好了 好不好 走個台步Go 還穿起來 所以有時候看到了 手牽手的樣子 你要判斷到底是個情侶 人家手帕還滿直的 是包配得剛剛好呢 厲害…兩位介紹自己 開始… 我是私家劉怡辰 今天…今年滿22歲 還年輕 大家好 我叫簡俊怡 我今年也是22歲 同年紀 對… 同年紀的戀情 同學嗎 兩位是同學還是什麼 沒有 是隔壁班的同學 隔壁班 隔壁班的 那也是同學嘛 你這麼龜毛 是同學 我們不是同學喔 我可以保證 不是喔 我們是隔壁班的同學喔 問你一個尖酸的這個問題 好 誰追誰 講真的 我追她 真的 女追男 男追女隔成三 女追男 隔成三 什麼都不隔 什麼都不隔 真的嗎 不可能 好啦 聽說 兩人都很任性 常吵架 吵完架就不去上課了 所以 這樣好嗎 常吵架嗎 對啊 非常常吵架 因為我 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都會很兇 應該會有暴力幾項吧 兩位會不會打架…很重要 女生講 玩的而已 玩的時候會 就 菜刀互相射來射去 你這樣好 我玩一下嘛 這真的不好玩耶 但是剛剛忘記問他們 在一起多久了 這一點很重要 一年三個月 而且男生喜歡女生打他 會有興奮的感覺 這個就是所謂的SM吧 沒有 因為 先生你還好吧 沒有 我很喜歡看他打我的表情 很僵硬 很好笑 很僵硬 你是覺得你跟一個僵尸在一起 表演啦 表演 其實先表演一下 我們有沒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現場僵硬打人的 試試看 預備 來吧 你看 男生 他會這樣捶你是不是 今天表情不好 真的嗎 好可憐 今天表情這麼開心 你說他不好 平常是怎麼樣… 平常是怎麼樣 就臉很僵硬 你表情就很奇怪就對了 真的 我真的很可愛 我知道了 我們示範一次來 好啊 廖峻碰碰 預備 請 碰碰碰 你不懂得把我打我了準耶 是有點這樣嗎 這樣有點僵硬 不錯 今天能夠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情人節 你看這個留下一個永恆的回憶 對 我想要知道一下 你等到五年後重播的時候 搞不好你們已經是一種 回憶了 是不是這樣 意思是什麼 黑黑黑 在一起回憶啊 是不是這樣 你愛他哪裡 全部 這個是最龍頭的答案 最沒誠意的 對啊 全部啊 那他讓你最感動的地方是 他會就是帶我去 買說 就是說 帶你去六六是不是 沒有… 他說他同學生在買蛋糕 他會帶你去賣生是嗎 那是馬夫龍 沒有 他說他同學要去 他同學生在買蛋糕嗎 然後叫我陪他去買 然後蛋糕是我選的 然後當天晚上就 說他去同學慶祝生日 叫我不要去這樣子 然後那天我在上班 然後 回來就看到 啊 蛋糕是買給我吃的 就是覺得很感動啊 那天是滿周年 滿周年 就這麼甜蜜的表現 對 以前人家吵著要跟的時候 不要 我要開會了 怎麼樣 等到真正分手的時候 突然間才知道 原來你在開會的時候 他在旁邊靜靜看著你 那才是生命當中 最重要的一次幸福 連那一次的回憶都沒有 我會 我會 感動… 好…兩位… 真的今天是很感動對不對 對啊 而且這個是不是 你們的定情禮物啊 是嗎 那就是真愛密碼 也不算是對不對 都會戴一個這樣有戒指啊 什麼的 他手上一個 跟他戴的一個是一樣的 一樣的 這個給你們做判斷 搞不好他們就是情侶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再次謝謝第一組 好 第二組歡迎我們的 劉洪恩 許家蓁 小姐 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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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節最令淚愛的大告白 我們先來搶先天 男生要利用這個機會 對你告白 在一起快一年啊 其實 跟你在一起很開心啊 但是 我一直很想對你說一句話 就是 每次騎車 經過冰藏攤的時候 心裡不要用雙手霧出我的眼睛 你這樣我怎麼騎車 你怎麼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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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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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尚最強悍 我的野蠻女友 我們快來搶先看 而且上面還寫說 女生前進把男子打到 倒在地上 我跟朋友在講事情 就是他 就是他不理我 對 他一直叫我 然後我不理他 然後我就很生氣 又打他一把他掌 又把他跳到立下 然後我聽到 唉唷很大聲 你的至尊在哪裡啊 又一起歡迎我們 劉鴻安 許佳琛 小姐 歡迎 謝謝 來 這是有優通的 相信我 18公分72公斤 女生是許已經 23歲 158公分42公斤 12公斤 我厲害 這就是 兩個人走路都好像很久 時間走一個台步 燈手我們不要走 謝謝 我這樣走 今天感覺怪怪的 這一鼓 可是他們是那個手指是扣在一起 對啊 可是又放開了 兩位認識多久 快一年 快 交往一年 奇怪 剛剛沒有看到你們有牽手 不習慣啊 不好意思 其實 會互相查對方的手機留言和發票 你會發票 發票 沒有 沒有 我要有Motel的發票那還得了 對啊… 妳會看她的簡訊嗎 會啊 都會看 有看過怪東西嗎 有那種在PUB玩的姐姐傳來說 好久不見啊 什麼時候要約我出去玩這樣 那你都知道她會查了 你幹嘛還不刪掉呢 因為我證明我是清白的 其實這樣給啊 誠實還是最好的方式 對啦…這個感情就是這樣 你就抓到你要打死不承認 你在教壞人家耶你 對…這個很重要 那你也有看她的簡訊嗎 會啊 我就看她的通訊紀錄 還有發票看她去哪裡 通連紀錄你都調出來看啊 一定要啊 那如果有陌生電話 你會打過去嗎 會啊 你也太嚴格了吧 兩個人互相懷疑就對了 對方是男生 有沒有這當中 查出什麼樣的端倪出來 沒有啊 沒有 大部分前沒有 我跟你講我們女生喔 很容易死心踏地的 真的嗎 所以你連男性的朋友都不能交往 幾乎沒有啊 喔 幾乎 那就是有囉 有 那種認識十幾年的 那種哥哥一樣那樣 對啊 我覺得男生表情立刻開始有變 他有告訴你啊 這個時間有告訴你嗎 有啊 每個哥哥啊 我就每個妹妹啊 可不可以這樣比來比去 你知道我最有智慧的方法 我覺得最厲害的方法 就是你就去跟他哥哥變成哥兒們 喔 你知道嗎 因為這樣你就才能真的了解狀況啊 不然比來比去比不完啊 那麼女方受不了男生的 就是很大男人主意 大嗎 兩個大男人嗎 自尊心很大 吵架從不道歉 他不喜歡道歉 女生有什麼地方 讓你覺得不舒服 其實他很愛吃醋啊 就是可能說他路上看到女生 穿比較短啊 或是怎麼樣 他就會捏我手啊 穿我身體這樣 他提醒你叫你 扒我頭啊 他是提醒你叫你看啊 哇 那個正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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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男生欣賞女生是很正常的 對 他會用手捂住我眼睛 你看 他也很可怕 那又追不到人家怕什麼 兩位有沒有什麼比較浪漫的事情 情人姐跟她分享一下 浪漫 有一次她們想要吃海鮮啊 然後我就去買一條魚啊 想要煮一個糖醋魚給她吃啊 請問那時候因為我媽把那個 糖跟鹽放在那個罐子裡面 看不出來 然後我就隨便挖了幾尺丟進去 結果後來想要做糖醋魚 就變得很鹹 你知道嗎 把他當作鹽巴在家 結果魚還煎不起來 不過他還是幫我吃掉了 我真的滿感動 真的 是… 好的 兩位 男生要利用這個機會對你告白 開始 在一起快一年啊 其實我跟你在一起很開心啊 但是我一直很想對你說一句話 就是每次騎車 經過冰藏攤的時候 請你不要用雙手霧住我的眼睛 你這樣我怎麼騎車 你這樣五一人被搞破 我們今天那個 OK OK 心裡也要顧好不好 你下次要 你就汙這面這樣就好了 你這樣他還可以騎車 可是兩排都有很危險 兩排都有 不要騎那一條嘛 你這個 兩… 你怎麼從眼睛就汙起來 要給他看 看久了以後 他一比較他就覺得 你真的是很好 而且到最後是會洗出來內在的 外站只能看一陣子而已 對啊 沒錯… 兩位先休息一下 不就這個 謝謝… 好 主任第三一隊 今天來了李清源還有我們江苡萱 歡迎 歡迎年輕了 這位男男生是李清源 18歲 1970歲 來吧 好棒喔 對 其實有個比在這邊嗎 這位是江苡萱 17歲 160公分 自己14公斤 走個排庫來 Come some up 對不對 他還是高中生而已 對啊 年紀很少 小情女生 那個女生也會要婆貝喔 對… 好的 女生身材相當好耶 來 好可愛的 你好… 長得有點像楊玲有沒有 有人講過 很多人講 很多人講是嗎 對啊 對 更像吳淑銘 有沒有 你也覺得好笑的這個 來…自我介紹一下 好 大家好 我叫李清源 今天也是8歲 他18歲 江苡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苡萱 今天17歲 好 在一起多久了 17、18 半年 半年 17、18妳要問在一起多 我們在一起12年多吧 不是啊 就不定他13、14歲就認識了 對啊… 在一起的原因能不能了解一下 原因是什麼 就是他們 就他們幫女生常欺負他 然後就叫他穿裙子什麼的 然後他很難過 然後跑來跟我投訴說 他們幫女生怎樣欺負他 女生叫他穿裙子 對 叫他穿裙子還吧 他們那一班的女生叫他穿裙子 對啊 很合適啊 對啊 對啊 他很可愛 他很可愛啊 對啊 對 人家會不會沒有性別的感覺 妳會排斥嗎 有時候會覺得他有點娘 好直接有些年輕人講 還好妳幫我們講出來 我們還不知道該怎麼主持 進入到他很娘這個主題 但是他很像日本的男性 對… 對 日本男生比較沒有性別 無性別 中性的 對… 妳…妳喜歡女生嗎 我喜歡 真的嗎 對 聽說女生會罵妳是吧 罵妳的時候妳還會跺腳啊 怎麼跺腳 要跺一下 就… 跺腳轉身 對 我然後就生氣就走掉 就這樣 妳罵一次我看 一邊氣 妳怎麼那麼久啊 我等得很久耶 白癡 沒有 她平常是哼 然後就走掉 哼 超娘 怎麼樣 就這樣 超娘妳還很愛她就對了 妳喜歡她哪裡啊 愛她的娘 那很聽我的話 妳是 那妳可以 妳是找一個妳的機器人是不是 專屬機器人 如果說妳要聽妳的話 我建議妳可以養一隻拉不拉多啊 還不錯 那妳喜歡她哪裡 就… 有時候她 因為我比較笨 怎麼這樣說自己 她做的事都比較 吐吐 對 反應慢 對 她都會提醒我 其實妳們倆剛好有互補的地方就是 一個很精明 對 然後也是比較鈍一點 每次吵架 誰先讓步 一定是男的吧 對 而且上面還寫說 女生前傾把男生打到倒在地上 真的假的 後來裁判有拍三下嗎 妳們拍起來 她的就是一個越打一個越哀型 對不對 可不可以講一下當時情況 那時候就是我跟朋友在講事情 就因為她 就她不理我 對 她一直叫我 然後我不理她 然後我就很深 就打她一巴掌 就把她推到地下 她們聽到愛又很大聲 妳的至尊在哪裡啊 而且這樣打妳 妳啊 就打我 妳一巴掌 然後推倒到整個人倒地上 可是她這就是她可愛的地方 對啊 她真的很可愛 這樣好男生啊 然後呢 男生曾經等女生一整天 一整天 她在家裡打扮是不是 不是 然後就是 不想起來 然後就在家裡睡覺 妳就等 然後她打電話 然後就騙我說她在化妝 對 就等著一天 快一天 然後我就回家 妳… 妳是哪個 妳是一個好男人 我們都找不到 天啊 怎麼會有這樣的男生 妳就在外頭等他 對 但妳還是要有一些自己的 然後妳這麼有生氣 那時候有生氣 一下子 妳就在 一個人在大腦袋上 哼 哼 哼 然後就說 因為比他氣最多哼的男生 她等了一整天 我們每次讓人家 等十分鐘 我們來就是一個臭臉了這樣 才等十分鐘 現在回想起來 還真不應該呢 好 那個告白嗎 要告白… 開始 我知道妳平常就對我 就是很像阿嬤一樣 一直唸… 但是我知道妳這樣是在關心我 那我還是很愛妳 就這樣 好感動 今天特別一下 讓女生也講一下好不好 來 開始 算妳平常 像小孩子啊 常罵妳 可是 妳也知道我是關心妳嘛 對不對 所以我也是愛妳的 祝你們幸福囉 真感人 男生是不是不要哭啦 有點淚飲滿框的感覺 對啊… 真是心好男人 不容易 祝福你們啦 好不好 兩位真是先下去交換 但是注意喔 注意喔 各位 有可能是兄妹喔 或者姐弟她都是有可能的 因為他們是兄妹 實在演得太好了 演得真不錯 第四一隊 戴家姓李嘉雯 歡迎 男子男小女孩 歡迎我們的戴家姓 二十九十七十九 跟六十五 戴家姓李嘉雯 如果妳有一個像媽媽一樣的女朋友 妳受得了嗎 吃飯的時候 吃完會幫我擦嘴巴 保嘴啊 還要寫弟弟啊 還要送弟弟 好像照顧弟弟啊 沒有 第四一隊 戴家姓李嘉雯 歡迎我們的男生舞蹈 歡迎我們的戴家姓 二十歲 一百七十九 跟六十五 好厲害喔 歡迎李嘉雯 二十二歲 一百六 跟六十五 跟六十五 阿嬤的音樂 姐弟變喔 OK…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來 跟大家說你好一下 來 哪一位 你好 我叫戴家姓 請點 戴家姓 你是要選舉是不是 站得好挺喔 閣下 是 女生 我叫李嘉雯 今年二十二歲 妳還比男生大 什麼樣的情況下 讓妳們認識 相識 相戀 相愛 我們是打工認識的 在哪裡打工 在餐廳 餐廳 誰追誰 你追他 好大的膽子追姊姊 高色潮耶 這厲害 哇 追姊姊是什麼感覺啊 我也不知道 就喜歡的 以前暗戀都是學姊 然後又認識 就覺得他人很好 後來你知道他年紀比你大 你就 很高興 反而很高興 對 男生用電話及簡訊公式 追到女生 對啊 就每天一封 才一封啊 一封就很多耶 一封就夠了 一個月下來 你突然一天沒有傳 那個女的就覺得 他怎麼沒傳給我 怎麼我手機少了些什麼 這一招是管用的 對 很管用 對啊 齊之以恆嘛 對 你跟他在一起之後 是不是真的就是 比較常扮演一個姐姐的角色 嗯 還滿長的啊 你們有互相吃醋的經驗 嗯 有啊 有耶 在那個POP的時候 就是 我跟人家聊天嘛 聊很開心啊 然後又有男生跟人家搭訕 然後看到我跟女生聊天 他就把電話給那男生 我就很生氣 就罵他 對 可是那你不聊不就得了 可是我也很生氣 那你也不用把電話給人家 意思氣不過人 誰叫你們兩個要去POP啊 去 哦 好啊 我也不瞭解POP 來來 兩位誰要跟誰告白 姐姐告白好了 好不好 來來來 嗯 雖然就是你年紀比我小啊 可是 就在一起這段時間真的很開心啊 然後 以後不要亂給 不要亂跟女生講話喔 好 要乖 好乖 你們在一起多久 快半年了 半年 啊 不錯 我知道 溫馨 來 你們有教過姐姐的嗎 中期 風期 喜不喜歡大姐姐 我最喜歡大姐姐 你最喜歡 我真的出家人 你到現在整個口供都改變了 你們真是太過弱了 我已經慢慢沉淪了 最喜歡大姐姐了耶 好啦 這樣吧 好不好 再次謝謝他們 第五位隊 歡迎張宗淵 吳申彥 歡迎 歡迎 張宗淵 今天214 178公分 68公斤 這次紅隊的三十四十一 兩個十一跟四十五公斤 好可愛喔 你的頭髮也在那邊 這首歌還不扛三 阿嬤的音樂 今天來的這五隊呢 都是外型升高的 可是有一隊持雙妹 做的是姐弟喔 好的 來 跟大家說哈囉一下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張崇淵 今年21歲 21歲 崇淵 大家好 我叫吳申彥 我今年20歲 好像也是女的比較活潑 男的比較害羞 你們說登隊這一隊 倒是我看 我覺得他們是姐弟 欸 最不 欸 欸 好 因為剛剛他們出來 那個男生是趴在你 好 你們是什麼時候 遇看到對方 愛上對方的 嗯哼 學校運動會的時候 啊 學校運動會 然後怎樣 我那時候就參加運動會嘛 然後就跑步啊 參加跑步 他們兩個一起坐船耶 然後就後來我就跟我同學 跑完步以後去校門口 就可能講什麼事情吧 然後他就走過來 就要自己講 啊 然後呢 然後我就去跟他搭訕 然後 沒有 我就跟他講說 那個 我們班要跟他們班聯 哦 結果呢 然後用這個理由認識 啊 欸 啊認識以後 多久是開始交往 三個 欸 一個月啊 蛤 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 然後就變成男女朋友這樣 校隊就對了 學校的 學校的校隊啊 他怎麼樣追你 就那時候啊 他跟我假借 跟我說要跟我們搬聯誼嘛 然後我就看他 因為那時候覺得他 有點胖胖油油的 然後就很討厭的樣子 然後我就沒有給他電話 然後可是後來很奇怪 就一直在校園裡面會遇到他 就坐電梯也遇到 然後吃飯也遇到 上廁所也遇到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 他想盡辦法跟你們好遇 巧合超巧 上廁所是在廁所裡面遇到的 那就有一點恐怖了 女生在20歲 男生20歲生日的時候 妳竟然把他弄哭了 什麼樣的男生 他快哭 妳怎麼弄哭的 一年 怎麼弄哭他 就是那時候啊 他 他就說他沒有朋友啊 然後20歲很無聊 然後我就想說要給他一個驚喜 然後就買一個大蛋糕 大蛋糕 然後就我一大堆朋友啊 然後就買一束花啊 然後就是撿花瓣嘛 那時候就打聽好 他上課的時候 妳是不是有在第四台賣鍋子之類的 沒有 妳講話很過分 然後就那時候我就 我就跟他朋友串通好 然後就問他 他們現在在哪裡上課 然後現在就是跟他 叫他先跟老師喬一下 然後到時候我們就 到那邊他教室外面 我們就一群人啊 然後我拿了蛋糕 然後 我同學就拿花瓣 然後我們就 一群人就衝進去 然後就斷了蛋糕給他 然後我同學就在旁邊撒花瓣 有這麼多的然後妳受得了 好窩心喔 來…有沒有他最糟糕 妳不能接受他的 剛剛生日的時候我沒有哭 妳沒有哭 妳就快哭 也哭 那兩個就吵架 沒有啦 沒有啦 人家沒有哭 那是岩屎啦 對 男生最喜歡女生幫他做什麼事情 吃飯的時候 吃完會幫我擦嘴巴 好可愛喔 還要請弟弟 真的嗎 還要幫你請弟弟 好像照顧弟弟一樣 太好了太好了 好羨慕喔 好啦就這五隊來 來我們一起到我們前面來 我們給大家 五位女生 那麼我們稍微跟她這個次序 我們這個 好 混合一下 開始 來…跟她 那麼她的女朋友在這裡 好不好 好 在這裡 做一個 一個…來 來 從這位 妳摸她的手 男生會不會便宜占盡啦 好 開始 你只要說是會不會是 這個男生真的有辦法拍得出來 到底哪一個才是她女朋友的手嗎 好…第二位 好可憐 妳不要嚇小男孩 來 揭曉 好 握住 好 一 二 拿開妳的眼罩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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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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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內功 馬上回來 妳摸她的手 男生會不會提音占盡啊 好 開始 你只要說是或不是就好了 好啦 是 第一位就說是 好厲害喔 妳要不要多猜幾個啊 老兄 沒有…她已經答出來了 這很肯定的嘛 手再給她摸一下 來…預備 請 不是 為什麼又不是 感覺不對 你確定嗎 搞不好你已經猜對了 你搞清楚我搞不好已經猜對了 再給一次正確答案是不是 你要憑你自己的感覺 不要被我們左右 是 是 好 來 牽著她的手 來 拿著 把眼罩拿下來 她嚇了 她不算放手 她嚇了她 她嚇了她 妳放手 放手 放… 不要 妳亂牽人家女朋友 男朋友在後面都在等你 沒關係 冤冤相報何時了 眼淚都流出來了 我就往自己去喝一杯了 不要難過… 沒有啦 這也很難猜的啊 不要難過 對 不要難過 回去不要吵架 趕快請 妳解釋一下 妳現在趕快解釋一下 怎麼搞的 賴之明她沒有牽過別的女生的手 對 因為她說她手會冰冰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第一位就是冰冰 那個就是她吧 算了 要是我 我可能也會摸錯 妳不要難過 不要難過 好 情人節嘛 算了 沒關係 好 趕快按位 我們也錯過 好… 搞不好 我們都錯過 常常摸錯妳生的手 好 對不起 完蛋了 待會兒說 來… 這個是啊 太好了… 好了… 好 好 手上有戒指的麻煩都脫掉 而且只可以摸手 手錶也脫掉 預備 7 7 不是 5 很肯定喔 第二位 4 4 是嗎 第三位 也是 一摸就知道不是 很肯定喔 第四位 不是 不是 最後一個喔 不是… 所以呢 所以答案是 第二個 真的嗎 確定嗎 不要因為有悲劇發生喔 確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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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握好… 握好… 1 2 1 2 3 好高興喔 你看看 他一開始就是這樣 這是我的親姐姐 還不知道… 這一波是親姐姐的 好…旁邊休息 不錯… 下一位 好…來 來 往前一步… 好 好 他手好紅喔 蛤 不要太早下 定論你不要 你會被打死了 憲哥不要左右他啦 你才… 就說不是 再一次… 好…第二位… 好可愛 你不要嚇小男孩 這是… 他很厲害 他輕輕一碰 好奇怪 他根本沒什麼碰到啊 我覺得 4 慢慢考慮… 千萬不要 你搞錯我把你打死了 好…OK 好… 下一位 第4個 他根本沒在碰啊 對 他都是輕輕的… 你完全是心靈感 不是 不是 所以是第幾個 他摸手臂而已 第幾個 第… 忘了 第三個 好 那我們請第三個 好 我們牽手看看 等一下很可能貴算盤 好 我們他既然選定是這位 你把他手拿好 好 來 請揭曉 好 握住 好 1 2 3 拿開你的眼罩 1 2 3 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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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人姐 妳應該猜錯 不是等一天 妳跪十年 他打開的叫聲好可愛 好可愛喔 怎麼會搞錯呢 走完 妳朋友來一下 走完 妳在摸的時候妳再怎麼樣感覺 因為妳都只有輕輕碰 妳確定就是他了對不對 我跟你講 其實我覺得他是用心在摸 對 是他… 你覺得 剛剛怎麼會摸錯呢 不是 好啦…我們不要偵察了 不是 我覺得 妳不覺得他快衝過來殺妳的感覺嗎 不要偵察了啦 好啦… 其實你猜對了 其實你猜對了 我們到了啦 如果你沒猜對 他早就已經走出攝影棚了好不好 對啊 你這樣講我們1號怎麼能 這傷到人 沒有…開玩笑 沒事…好… 1號男生要檢討一下 好…來 第三位… 好好玩… 好好玩 我們這些反而弄分開 來… 來…第一位… 來…請伸手 第一位…好…來… 不是… 不要太早下定論 第二個… 來… 不是… OK…好… 第三個… 其實男生都很緊張我想… 確定不是 第四個… 不是…怎麼這樣 不是… 不是… 他還說怎麼會這樣 第五位 你才知道我們多愛這個 第五位是最有可能 來…第五位… 來…第五位… 不是啊 怎麼… 第六位… 第六位… 來… 來…我們觀眾朋友排場一排 給他摸一下 我們… 你選定我們請 三四號 三四號 好…來… 三號 他說他一定要猜對 你看他多愛這個女生 然後也多怕被這個女生灌掉 這個嗎…確定嗎 確定… 等一下… 就… 就… 就什麼樣了 我不知道 確定嗎…好… 1 2 3 好開心喔 我看大學好像都沒有那麼開心 他這個反應好可愛喔 有沒有感動 最後終於摸出來 剛剛有沒有很擔心 有喔 太緊張 但如果他猜錯你會生氣嗎 各位 我們幾位男主角 我會特別跟你們講一下 這位的計謀我在這裡揭穿 他是想要多摸一下別人 這不是 這個手滿細的 下一個 沒有 怎麼摸不出來 你演技還不錯 好 第五位 第五位… 好 來 戴上眼罩 怎麼辦 今天好難猜耶 來 換一下位子 厲害了 他女朋友在哪 請舉手 OK 好 不是的原因是什麼 好快 沒這麼細是吧 反正就不是了 第二位 不太確定 好 第三位 不太確定 不太確定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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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肯定 你已經快摸到 要去哪 楊承玲的胸部 我好危險 是 應該不是 好 所以二號跟三號再摸一次 再摸一次 二號 這個吧 是二號 所以你的答案是二號這樣 決定這樣 來 拿下你的眼罩 一二三 好好玩喔 OK 好 五組人馬 各自站到自己的面前 來… 男女朋友兩位的涼涼站好 到底她們五組當中 哪一組不是情侶呢 給你們十秒鐘的時間 做考慮 開始 今天五組超麻吉的絕對鴛鴦 竟然有一組不是真正的情侶喔 觀眾朋友們 你能光憑剛才相處的情況 猜得出來 到底哪一對是假情侶嗎 好 鍾翰良先生 第三組 你覺得她們是什麼 這一組小朋友 只是同學 因為 兄弟姐妹她們會有一點聲音類似的 我覺得她們聲音有點像 有點像 有點像 來… 猶杰姐姐 猜3號 嘿 你也是第三號 為什麼呢 因為 我覺得反而是很像那種很好脾氣的哥哥 然後被任性的妹妹欺負 啊 你知道嗎 因為男生很少有 就是這麼年輕 然後他脾氣真的這麼好 這麼願意這樣 對… 很像那種脾氣非常好的哥哥 然後很疼妹妹 妹妹做什麼她都無所謂 風淇 妳的答案 完全沒有經驗 對… 誰 妳覺得是誰 四吧 四 第四組 以佛家的觀點是 對 跟佛家沒有關係 以我個人的立場而已 是 應該第四組吧 好 來…雅力…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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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四號 你也是四號 為什麼 其實我除了我覺得第一組 我很確定她們是情侶以外 其他都…都看不出來 究竟這五組絕配鴛鴦 哪一組才是一家人呢 到底哪一組呢 她們不是情侶 我們從第一組 兩位請站到中間位置來 如果她們是情侶的話 應該可以 西田螺 如果她們不是情侶的話 那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兩位請準備 預備 1 2 3 請揭曉 開始 第二一組 我就覺得怪沒有人選她們 兩位是情侶嗎 我也覺得 預備 請揭曉 開始 好 兩位旁邊休息 第五組先來好了 第五組 你們二跟三都有人猜嗎 對 三跟四 三跟四都 所以我們就第五組 她們已經迫不及待的感覺了 對啊 好想親是不是 輕輕的 抖頭蹲 抖頭請揭曉 好 好幸福 今天節快樂 好 來 第三組 要不要三跟四一起揭曉 好啊 三次一起 可以嗎 我們數到三再輕 好 預備 第三還是第四呢 請揭曉 1 2 3 到底這兩組 誰才會是今天的答案呢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兒告訴你 那不要三跟四一起揭曉 好啊 三次一起來 可以嗎 我們數到三再輕 好 預備 1 第三還是第四呢 請揭曉 1 2 3 這對小情侶真的是 是嗎 沒錯 來 就是第四組 他們真的是一家人的 你們答對了嗎 好啊 我們在這裡再次恭喜他們 謝謝 祝你們有情人忠誠眷歲 對… 然後每一天都要開心 珍惜相處的每一天 對… 我們今天也謝謝我們所有嘉賓朋友 來自我們家的 情人劫難 在這裡祝福大家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產君了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繼續回答夢 我唱了… 我唱… Yeah I love you Hello Hello Hello